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昇雲大師在《廬山英雲》這本書中 所說的一首計語 隨緣任業許多年 枉作老牛為耕田 打疊身心早歸去 免教避孔仇人村 是古德所寫的 這一首計語是勸世人做好事、做善事 業的意思就是自作自仇 誰都沒有辦法左右 做善業就會得善的果報 做了惡業就會受到惡的因果 一個人的幸和不幸 實在是由我們身口義的作為決定 隨緣任業許多年 枉作老牛為耕田 這個世界上 受業的牽連 牛馬在人間耕田 拉車、推磨 受種種的辛苦 但是苦得有價值、好正派 過去寧幼禪師曾經說過 願意來生是做一隻老牛 為世人服務 平時如果我們時事做善事 就不用擔心會受到惡業的牽連 多行不易 等因果報應來到的時候 就來不及了 菩薩為恩眾生為果 菩薩和眾生之不同 是菩薩不隨便做業 而眾生做業的時候是癡迷不怕 在受到苦果的時候才知道後悔 打疊心心早歸去 世間上真是業海茫茫 我們要好好修心養成 不要輕易沉淪業海 隨業風狂吹 否則到最後就難以回頭了 免教鼻孔受人穿 牛、馬是因為業務牽連 才會辛苦勞役 假如做牛、做馬都可以自主的話 這樣也算 但萬一牛馬是被人拉著鼻子來走 任人宰覺 是多不值得了 所以說 教你修來你不修 到時老牛拉額頭 及早修養身心 不要令到身心犯罪 不要令到身心做業 注意身口義的行為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阿彌陀佛